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第三局的比赛情景 在目前呢 瑞典的卡尔森和中华台北的张彦书是战成1比1平 这个决胜局的比赛呢 一开始是卡尔森发球 所以卡尔森有点可惜哦 第一局的这种状况到第二局当中完全是没有了 挑骨啊 他对骨手有意见 所以把他注意力给分散了 而张彦书的这个人现在在这种猪威下就有所发挥 美股我看张彦书还是比较拼 拼 打拼啊 打拼得很厉害 因为他这场比赛实在是太关键了 台北队是不是能够入籍呢 就要看他这场是不是能够获胜 如果获胜的话呢 还有机会 输掉的话呢 就是没有希望了 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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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拼 拼 他是不错啊 第一轮的接发球 打了个超水平 4个数一个 这种时候对于夸尔森来讲呢 他的这个发球局占不到便宜 占不到便宜 一点便宜都占不到 看看他接发球方面能不能有 什么表现啊 从周 抢一分 2比4 这个是拉空调的 这个球下坠得很快 显然就是说张晏苏的这个推打的能力 还有他的发球能力的确是比较强 正手的杀伤力有时候需要欠缺一下 对 这个推反手呢是推的太长了 初戒4比4 刚才你谈到就是这个动作 乒乓球的动作的这个问题啊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动作方面 是不是只能是标准这个球就比较准确 如果动作不好的话肯定是没有什么效果 你看协调性好的队员 他就打的球就比较标准 为失误就会少一些 不标准的就比较别扭 因为我知道在网球当中 如果你的动作准确的话 你的击球的这个成功率一定高的 对 一样的 5比5 像慢镜头 在相似当中就是 最后一个球就看到张晏苏 球距离他的身体太远了 他控制不了 但我觉得张晏苏他有很大的一个特点 他的脚步非常快 很多球就完全靠脚步 弥补了他的手上的一些动作 他愿意跑 就很明显 就很明显 5 5 7 5 5比7 现在卡尔森还是落后2分 这种状况对他来讲的并不是很理想 因为在第二局也是一直被压着打 不是啊 他们现在两个在看谁 谁发球就谁输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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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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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7 這是中國隊的啦啦隊 但是目前他們是在為中華台北的張雁蘇在加油 樂悠悠的他看了自己大鏡頭 還刪護一下 10比7 這樣張雁蘇領先了3分 加油 7 台北 我覺得這是張雁蘇在對方回球很短的情況下 也是很高的情況之下是折殺一半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可以看到卡爾森還是被壓著在打 而裁判也馬上是叫了暫停 在比賽的一開局 如果選手一直是在這種被動的情況下打的話 在心裏上面就可能會有一點麻煩 從第二局一開始張雁書拚得還是比較努力 而且同時在贏得第二局之後 現在又是比分領先的情況之下 出手也比較果斷 比較狠 出手 好球 12 7 推這個反手的時候呢 他的這個控制力還是很強 借對方的力之後呢 這個球是直直的落在直線的位置上 出手 卡爾森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好像越打越不順 手也顯得比較硬一點 這個比數啊 在9比7之後呢 他就一直沒有動過 他就沒有動過 目前歸勢 差調 他不斷這二他就是 他的手 他不斷就沒有動過 他最後の時間 出手 就沒有動過 他去看 más 頭的時間 道理 八十六六六六八十五 四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十 8、16 现在看到中华台北队的两名队 还比较年轻 现在回球的质量上面呢 现在是失误太多 而且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呢 都不行 中华台北队的林教练 已经好几个大特写了 他自己有时候也看到自己 看瑞典队总体上来讲 第三号是比较弱 像这场球卡尔松打得 也并不是那么很顺畅 其实最好的就是 就是他第一局的这种感觉 而第二第三局当中呢 他都显得很紧 这一球真的是有一点点起色 发了一个球 林教练的表情 一点没有表示 他还觉得刚才是碰到这个 我都不清楚 他到底凭什么要罚这个球 前面也没有拿出黄牌警告过 对于那么严格 也是有他的裁判 所有的观众都不服气 反而到帮着中华台北队 有没有看 12 18 Sweden 12比18 看看 畫面的進鏡頭 就像剛才那個張艾蘇交叉不過去 不是薄殺 而是要防守這樣戳球 這個是很被動的 還是有林教練 佔滿了整個畫面 這比分是19-13 張艾蘇領先 剛才卡爾森也是利用一個閃身 然後打了一個正手的直線 14-19 這個比分呢還是差距比較大 走 1-3 2-3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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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偷一下雞 但是卻沒取到巧 這樣張艾蘇21比14 扳回了相當重要的一場比賽 那麼在目前的總比分上呢 是瑞典以2比1領先 三級的比分是21對12 14對21 14對21 14對21